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真的是你》 第31集,今夏重新审视自己和路易的关系 路易的本意是不想让今夏去机场送她 她觉得自己出差是常事 不想这么兴师动众 今夏却一定要去机场送她 她的理由是上次她去丹南集训 就因为自己上学没送成 这次正好赶上放假 一定要看着路易上飞机 至于路易说的什么兴师动众 她倒不觉得她的逻辑是有时间就应该送 没时间再说,没时间的 路易无奈只得默许 也许是老天也想让这对小情侣多相处一会儿 飞机途经的地方有雷暴 飞机要延迟两个小时起飞 跟很多不满又着急的其他乘客相比 今夏很是高兴晃着小脑袋悠悠地说 看来是我的坚持感动到上舱 让你多陪我一会儿 嗯,有这个可能 走我们去那边的咖啡店坐坐 路易笑着附和 两人捡了一个角落坐下 没等咖啡端上来 今夏已靠在路易的肩头睡着了 路易看着一秒入睡的模样 轻轻叹口气 她知道小姑娘昨夜一定是没睡好 其实她也一样 送今夏回家后 她并没有回去睡觉 而是直接去了蓝清玄的茶巴 蓝清玄不在 唱一琴音的歌手也不在 她依旧坐在上次坐的那个位置 眼前浮现出 今夏将雨伞放进行李箱的样子 就是那时她忽然想起她举着花伞 在紫云山找她的样子 然后是她举着油纸伞 在雨巷中找她 而她居然是一身古实的装扮 她想对今夏说 又不知从何说起 在茶巴做到打药 她才回去 睡梦里各种离奇幻景 有刀光剑影 有月夜拥吻 有高强陵雨 有十里红妆 有儿女绕夕 直到天亮 所以现在她需要咖啡提神 两杯咖啡都喝完 今夏还没醒 路易看着她 想偷偷轻轻今夏的嘴唇 眼看就要贴上 她粗重的呼吸 让今夏猛地睁开眼 看见路易近在咫尺的脸 今夏迷糊着 声音也有些暗哑 你 你干嘛 恰巧这时 广播里响起安检的通知 路易趁机低声掩饰 我要上飞机了 哦 那快点去安检 今夏推了一下路易 还不忘自责 哎 我怎么就睡着了 路易推着行李箱 走过安检通道 向今夏挥挥手 回去注意安全 嗯 放心 路易只在离开当日 给今夏发了一条 飞机平安落地的信息 然后 这人便如人间蒸发般 没了音讯 今夏也不敢给她发信息 怕她分心 每天快乐地 在妈妈的店里帮忙 快乐地练习散打和长跑 这天早上 今夏先练了半个小时的散打 然后开始跑步 跑着跑着 看见岔路那边 杨成万骑着自行车 杨岳和另一个 与杨成万年纪相仿的人 向这边跑来 与杨成万年纪相仿的人 是来锦衣开会的 路易的父亲陆婷 她昨天刚到 本以为可以跟儿子见一面 却在来之前 收到儿子出差的信息 不免有些失望 但到了锦衣 见到老朋友 杨成万 并直接退掉了 之前订好的酒店 欣然住进了杨成万家 听杨成万 给她讲 路易的一些近况 这小子平时跟她沟通的不多 都是她问一句说一句 现在听杨成万的赘述 她颇感欣慰 儿子确实长大了 能够独当一面了 今夏知道杨成万腿受过伤 不能跑步 每天都是大杨自己跑步 但是她规定 大杨必须围着家里的小区跑 这样 她在楼上可以看见他 偷没偷懒 可今天 杨成万显然骑车 是陪着那个人的 那个是谁呢 今夏正想着 杨月也看见了他 加快速度几步跑过来 跑 跑多少公里了 快 快三公里了 今夏徐喘吁吁地说完 便看见杨成万和那个人 也来到这边 杨叔叔好 今夏脚步慢了下来 大口喘着气 今夏 这位是陆伯伯 杨成万停下自行车 向今夏介绍起身边的 跑步的路亭 你陆大哥的父亲 啊 今夏有些正愣 随即也停了下来 依旧还有些气喘 但问好还是要的 陆伯不好 其实 即使杨成万不介绍 今夏也能将眼前的人 与陆一联系起来 眼前的人与陆一 那是一个神似 个子一般高 身姿一样挺拔 整个人看上去强健而和善 但和善归和善 却给人一种不怒自威强烈的感觉 与陆一那种冷若冰霜的战斗脸 有一拼 老袁的女儿 袁今夏 杨成万向陆婷介绍说 我说有些眼熟呢 嗯 还真有几分老袁的影子 陆一父亲微笑地点点头 随即暗淡了眼光 爱爱 可惜 老 大杨 你陪今夏跑吧 我跟你陆伯伯回去还有事 杨成万打断陆婷的话 好 杨月答应着 那陆伯伯 我们先走了 陆伯伯 杨叔叔 再见 今夏也跟着摆摆手 今夏听到杨成万和陆婷谈到爸爸 其实想留下来听听 但是杨成万发话了 说还有事 不想离开 也没有理由跟着去 只好跟着杨月跑步离开 看着两个孩子消失的背影 杨成万说 今夏还不知道他爸爸牺牲的事 哦 陆婷惊讶地看向杨成万 老袁牺牲时 他爱人觉得女儿刚上小学 怕女儿接受不了 也怕同学歧视女儿 就对女儿说爸爸被调去从事保密工作 不能回家 不能跟他们联系 杨成万回忆着往事 是啊 我当时已经离开善男二年多了 没能送老袁最后一程 陆婷牟里献出哀伤 别说你 我 连同老袁的爱人 谁都没送他 杨成万推着自行车 突然压低了声音 那些毒贩知道他是卧底才下了死手 为了保护家属和没被发现的我 谁也没送他 陆婷轻碍 一声 仰望着天空不再说话 杨月和今夏跑完步 才神秘兮兮地凑近今夏说 我昨天才知道陆大哥的爸爸是副部长哦 这个职位可不小啊 哦 今夏硬着 前些日子陆一跟妈妈提过 他当时没太在意 刚刚见到了陆一的父亲 那种和善背后确实有一种强大的震慑气场 还有啊 陆大哥的外公给他购置了一套 跟淳于敏家一样的全月层洋房 说是给陆大哥娶媳妇用的 杨月继续说道 这你都知道 今夏正愣地看向杨月 陆伯伯自己说的 还说他这次来锦衣 一是开会 二就是见陆大哥的女朋友 结果他又出差了 杨月自顾自地说着 没注意到今夏的脸色变了又变 杨月的话开始让今夏深思 看来陆一的爸爸就是同学们口中的所谓的高干 那么他家就是所谓的高干家庭 而那天他说的娶你的时候也不会是在这里 也不是随口说说 他确实有更大的房子 哎 你说陆大哥的女朋友会不会很有压力 杨月看向今夏 见今夏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碰碰他的胳膊 哎 跟你说话呢 嗯 你说什么 今夏回过神来 想什么呢 是不是觉得纯与敏家的洋房不错 若是嫁给陆大哥也能住上那样的大房子 杨月一脸嬉笑地打去其今夏 大洋 你找打是不 今夏说着拳头已经落在杨月的背上 哎 你真打呀 开个玩笑吗 杨月跑开些 陆大哥要是没有女朋友 你跟他还真挺相配的 我看他对你也是真好 等等 杨月突然似有所悟 莫 莫不是陆大哥的女朋友 真的是你吧 是你个头 不理你了 我去店里帮忙了 再见 今夏落荒而逃 杨月的话却一直在耳边回旋 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陆一的关系 对我来的话 在350中央